业主到善丰花园大厦外面聚集,并到马路扎营,要求和行政长官对话。 由昨日至今,事件已经遥约差不多一天,部分业主仍然不肯离开。 政府在今早发出信息表示,行政长官崔细安中午12点,会和善丰业主在政府总部会面。 但有业主要求崔细安,亲自到善丰花园和他们开会,并公开会议内容。 最后政府再发出信息,只由于善丰业主拒绝出席,所以原定会议取消。 行政长官崔细安在早早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说, 博书公务司司长刘思耀已经和他汇报了善丰花园的工作进度, 和和业主开会的报告。 崔细安呼吁业主重合法来性格角度共同解决问题, 并且会和小业主会面开会。 当然,解决问题大家都清楚,是有行政的程序, 是否需要去到法律的程序, 这个呢,邦思作为也都承诺了, 想发毛没有事发的当日, 我希望通过这个对话呢, 能够是一种合法安全的情况下, 谁都不想发生一些意外伤到我们的拘问。 崔细安被传媒追问,公务局可能是潜在的责任人, 崔细安说大家有不同的角度, 会做好政府的角色, 在合法的情况之下解决问题, 而原定在周五十二点, 政府总部多工能听, 崔细安将会见前方业主, 但是小业主说, 会和政府多次开会都没有实际性的成果, 又不疑为什么会议不可以公开, 要求出色安到市中巴园跟他们直接对话, 最后安排是政府总部的会议, 因为业主拒绝出席而取消, 欧米兽斯台机者, 李崔平良,